东亚超级联赛的球迷们 大家好 我是孙明辉 这是我休赛期休假的第一天 我觉得一向深刻还有自己膝盖受伤 因为打了这么多个赛鸡 从来没受过这种伤 然后休息过这么久 缺带了十多场比赛 这样子 然后其实第一个赛季 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今生都难忘的赛季 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状态 从最高点然后一直跌到最最下面 然后一直慢慢慢慢往上走 然后到赛季结束 然后再包括外界的质疑声 再包括家人还有朋友们 还有一些队友来鼓励的声音吧 我觉得在心里和身心上吧都会有一些算上是煎熬或者是什么样也好吧 我觉得都是让自己一个进步的方向吧 就是过生日晚上在三亚吧 过生日然后准备回家了吧 回家先休息一下陪陪家人 然后准备去康复一下自己的膝盖 然后再加强一些自己的弱项吧 然后让自己尽快进入 就是竞技状态更加 就是休息很久了嘛 想要更竞技状态能够有一所保持吧 然后在瓜队有好的状态提前进入状态了 其实从自信心上吧 从上赛季出赛开始 然后到现在这些自信心上都有所提高了吧 然后再闯上一些打法也有所改变吧 我觉得希望自己能更加全面吧 然后在不受伤的前提下能够发挥出更好的自己 然后让自己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吧 然后在下个赛季我觉得自己还会有所提高的吧 然后不管是从心理啊 还是从激战柱层面都会有一个质的飞愿吧 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吧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因为我奶奶在海口吧 然后我一年多没见过奶奶 过年也没见到嘛 然后来看一下见下我奶奶 然后我就表姐也是刚刚生的孩子吧 来看看 然后其次还是能赶上这个生日吧 然后就和一些兄弟们 然后能够在一起帮我渡过这个 陪我过这个生日吧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吧 有印象当时应该是我刚从瓜队回来吧 然后那个时候本来说是要 就是说是要去让我去做治疗的 然后后来说球队人不够嘛 然后跟队去打那个平安赛 应该是当时是比完赛第二天嘛 然后说要去泳池里放松嘛 然后去了影视 然后就比较欢乐 跟这种就是跟亚洲球队 还有一些东南亚那些球队打 是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根本不同的像菲律宾这种打 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对抗很强 有点美式的那种打法的感觉 然后跟日本队打就是比较比较接近 和中国队打法很西洋寺吧 就跟韩文队打就很快这种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球队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进步的一个赛事吧 然后还有一些 就每个每次去参加都有一个 就到最后会有一个 就是像节目一样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联赛吧 然后在大陆和包括别的联赛 都没有去有这种 就是就感受 像假如说像牢狱结合一种比赛吧 我觉得这种对于我们心理啊 还有身体上来说都是一种放松 然后在比赛时候还会能够紧张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调节吧 因为外员都是刚从国外飞到国内 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调整时差 然后我是刚从韩文队就休假结束 然后飞到航州 隔了两天就飞到澳门 然后就没有那种 就根本就没有要 其实是没有去做好很准的 去打那种强度的比赛 然后就突然打到打刚开始上去的感觉 就跟之前打小主赛不一样了 那种对抗强度啦 加上一些在场上一些 就是对对手会说一些垃圾话嘛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啊 原来是是真正的去打这种比赛 强度会很大的 不像就不次于那种 打我们正常联赛的那种状况吧 然后我觉得那场比赛是 虽然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就是很精彩 然后很难忘的场比赛 然后首先这三季其实从计算术方面 还是要放在第二位 自己这些身体力量啊 然后还有一些身体机能的恢复啊 因为受伤之后一直没有去完全康复嘛 然后一直在大比赛一直在消耗自己的体能和肌肉的记忆 我觉得还是以首先以自己的身体肌肉啊 加上一些体能恢复为主嘛 然后再加在其次 再加上鸡蛋素方面 就是自己的投篮啊 更稳定一些 首先我不吃辣 然后不吃蘑菇 然后茄子也很少吃 然后别的肉类都喜欢吃 我觉得 我应该 你要吃个一两天我就还行 但是要 一周我估计也能可以 但是要再长我觉得就 应该坚持不住了 但我还比较 就是菜品啊 比较喜欢吃 稍微偏甜一点 我觉得会打完嘛 他们两个队 就是会把这个总结赛所有系列赛都会打满 我觉得 因为两个队的实力都很相近嘛 首先还是希望两个队到最后的总结赛不要有受伤的 因为到最后的总结赛对方的强度 肯定要比就常规赛甚至机后赛或者是半截赛强度要大吧 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身体 在前提下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因为打到总结赛是CBA最高的舞台了 也是最高的荣誉的殿堂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所有的能量都发挥在总结赛 然后展现给全国的所有甚至世界的球迷来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